去年底升格为直辖市的桃园,昨天迎接2015第一个元旦升旗典礼。 市长郑文灿在会中提到了,希望未来桃园不分蓝绿,各族群都能够携手合作。 至于在市政上,不会求一天或者是一个月的政绩,而是会按部就班地把每件事情都做好。 2015年元旦清晨,桃园市长郑文灿,专领各局处首长和上千位民众一起参与升旗典礼,迎接桃园升格为直辖市后的第一个新年。 现场还邀请到了原住民青年领唱国歌,象征在地多元文化共存。 不管是闽南人、客家人、原住民,我相信来到了这边,大家牵手合作,这就是我们的故乡。 桃园市境内不但有闽、客、原住民,这几年还有新移民,郑文灿希望各族群能携手合作,也强调未来的施政原则,不会追求一天或是一个月的政绩,而是要维持不快不慢的步调进行。 不快也不慢也要有积极度,每一项工作还是要按部就班把它完成,该有的考虑周延的因素都要考虑,但是一旦确定之后,就应该尽快进行。 今年元旦升旗也因应桃园升格,退出纪念邮票和升格T-shirt,六点半开始发放,就已经有一大群民众前来领取。 因为我本身是球迷啊,本身是老兵狗的球迷啊,所以是因为因为他的关系才去排的啊。 我就主要就是纪念邮票了,然后早上一大早来的话,我就担心没有拿到,拿到会很遗憾,拿到了我很高兴。 有人喜欢棒球,有人专为邮票而来,就算清晨天气冷嗖嗖,民众还是热情参与升旗,让桃园市有个热闹新年。 记者藏雲新新闻,桃园报道。